大家好,我是佳哥 今天分享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 是我的表妹亲口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 读大学还不如早点结婚生子 为什么她会讲如此的话呢 因为我选择了读大学 她出荣毕业之后就选择了谈恋爱 然后不到两三年就结婚生子了 现在她小小的年纪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宝妈了 然后老公也是做生意的 反正小日子过得蛮美满的 她就在家里带娃 不用拼搏挺安逸的 日子过得也挺安稳的 然后我只比她大一岁 但是一事无成 在她的眼里 像我这种人生就是失败的 她自己认为她自己过得 还是非常幸福美满的 我确确实是羡慕她的日子 孩子孩子也有了 钱钱也有了 老公老公也有 家庭家庭也有 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 我觉得女人还是要靠自己 她现在是完全依靠她的老公 靠她的公公婆婆 我不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啊 也许我是说也许啊 也许有那么一天 她的公公婆婆靠不住了 她的老公也靠不住了 那么她怎么办呢 虽然说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小 但是还是存在吧 还是会有这种概率吧 我觉得呢 还是靠自己要靠北一点 我觉得靠自己腰杆子 要更硬气一点 反正我就是忙碌命 没有她那个福气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观点 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